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最好可以做一步 我認識很多精神科醫生 是我的好朋友 我可以叫醫生來幫他打針 不過有個牧師 他教的牧師 是知道我太死了 跟我說過 他分十五樓 又沒有槍花 沒有槍花 只是可以跳下去的 那誰陪我外母呢 那時候我又商量了 叫了舅舅 舅舅的太太 輪流放假 總之每晚都有人陪你媽去睡 但是陪了多少個月呢 為什麼要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希望今晚你聽 你真的要聽 真理 如何讓另一個人得自由 外母哭的時候 我知道要找醫生 她哭得歪了聲 失了聲 看著我 看著我 不斷哭 我心想 真是快到我哭了 竟然 上帝救了她 為什麼要救她呢 然後她說 你比我慘 我不知道為什麼她說過這樣的說話 說我比她慘 然後第二句說 你不要每天都想著她 不要每天都想著她 不要每天都想著她 還是你演講語無倫次 突然間發覺到她的同情去了我那裏 不是在她那裏 她一直都說自己很慘 死了的女兒 突然間歪了愛 去了我那裏 這個愛一去了我那裏 她解決了這個問題 她發覺到現在我有問題 我為什麼問題女婿 這時她跟我說 她說 你努力做人 我陪你吃飯 你來我家坐 嘩 句句都是 我應該和你講的全部都是 然後說 明天我的生日 開開心心 早點來 我陪你 你知道我的心情如何嗎 我正在那時差不多160磅 我懷孕的時候只有60磅 心情輕鬆可以跌100磅 跌100磅就行了 然後我很開心 抓住她的手 我說 明天我和你慶祝生日 她送我去升降機 以前我的舅子 老婆 孫子 一起進去 整十個人進去升降機 她站在這裏 記住 今天好睡點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我只顧著你 記住 關門一關起來 我整群人 十個人在一起 你知道那個晚上 是很可怕的晚上會不會跳樓 會說不定 怎麼搞呢 竟然間 就是那個眼一望 出了一個這樣的感覺 這樣的心情 她經歷過愛 她聽過耶穌基督救她 救每一個信她的人 就算死都會復活 會升上天堂 在天堂會再見面 一切都聽過了 這是事實 真理就是事實 這是事實 於是她捉住這個事實 她捉住這個事實 救了她 救了她 她已經再不成為了一個奴隸 情緒奴隸 我親眼看到這樣 第二天 我起床的時候 禮拜天 她教會牧師打電給我 你會說什麼呢 提笑皆非 她說 阿余先生 你外母現在怎樣 我告訴她昨晚一刻 OK 沒事 她說 不是 她剛才回來教會 八點多祈禱會 告訴我 她說我女婿在家看著她的房間 床哭得不得了 她以為我抑鬱 那位牧師 我說 她亂說 沒有什麼事 雖然我不敢說 但我知道我愛母愛我 她愛我愛到猜到我很慘 她猜到我很慘 她猜到我肯定是看著床 哭得不得了 可能你說誇張 但我告訴你 當你很愛一個人的時候 你整個感覺 整個心情 100% 再加100%就行了 放在裡面 你會想像得很厲害 不過感謝上帝 今天你隨時看到愛母 愛母還是在西環 一個很活躍 還在報導我消息的人 到今天還是 已經是十年了 如果我騙你 十年的事實 怎麼可以證明到她生命裡面 她沒有跳樓 她可以這麼快樂 她跟我相處這麼快樂 你相不相信這個真理 令她得自由是真的 是真的 剛才我說過的小朋友 她不懂得真理 她卜在爸爸的肚腩上 我們不可以一起死 她不知道死了之後是怎樣的 她不知道 她只能分離很痛苦 沒錯 人和上帝分離 人一輩子都很痛苦 是真的 但問題是她找不到答案 因為她可能未聽過基督教 她什麼都不知道 今天你坐在那裡 你知道 答案就是 當我們還是死在過飯的時候 神令到我們活過來 聖經是這樣說的 還叫我們和基督一起復活 一起坐在天上 二分所書二章五節七節 你發覺到看完聖經之後 原來人的希望大到這樣 我看到很多人死都說自己沒有價值 抑鬱症有兩個先兆 一個是說自己沒有用 一個是長期說不快樂 不快樂 沒用 如果家裡每天都這樣說 你可以看醫生了 當然醫生要看十四天 看很多東西 但問題是 你經常都沒有用的感覺很強的 上班的 我相信這裡有很多人都上班 是不是上班 真的好 你忘了上班後 我替你很高興 你壓抑鬱症也很好 你想起就很不開心 但記住明天放假日會很日子 開心很多 但你比日子更慘 但回想起來 如何把這個沒用的感覺燒掉呢 你看看今天 我嚇了一跳 我的行家跟我說 抑鬱這個字 在我的行家裡 最近這個月 最新紀錄 體驗一靜的 是多少歲呢 你有沒有聽電台 是兩歲 真的 是兩歲 兩歲 哇 真的是世界紀錄 兩歲 兩歲怎麼心理治療呢 我也做治療 如果兩歲 他告訴我 我沒有用的 什麼叫做用的 你知道嗎 我唯一他也不知道 是吧 但是他真的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 當然是猜中 因為這些家 他的父母不懂得愛他 反而愛到一個地步 是令他很辛苦 譬如我很容易 如果我做爸爸 我想害了你 應該很容易 譬如你姓李 我叫你做李最聰明 聰明 李最聰明 你就慘了 先生說 李最聰明 又不懂 你叫李最聰明 就是說 你想一下 我抬高你 令你很高你就慘 一跌下來你就慘 一跌下來就慘 所以現在的小孩子 全部都是抬得很高的 有識英文 有識數學 有識很多 誰知道 一出去 不教人來 就抑鬱了 你說兩三歲抑鬱 有 在我中心那裡 三歲而已 我不收兩歲 因為免得他賴了 三歲我就收了 三歲呢 告訴你 奇境 每逢禮拜六招 禮拜六招 十一月開始 你猜什麼奇境 那些小孩子回來見到我 根本都考不到 根本都考不到 他們逢禮拜六招 他們在討論 回來又是考不到 你說是否抑鬱 考了兩個月都考不到 八個禮拜六個都考不到 真的很抑鬱 是吧 很抑鬱 這麼快就證明你沒有用 為何局幼稚園都不收你 就是你有問題 其實他是否真是說他沒有問題 他沒有問題 他答不到問題 是個先生的問題 出了這麼難的問題給他 是吧 你會想一下 真的很慘 你搞到香港的嬸仔 一天都說自己沒有用 做不到事 我相信今天很多中學的朋友 都有這個感覺 讀中學是甚麼呢 讀中學就是 每逢升一班 一級 就證明你多兩科不適合 所以升到上中四 就有八科不適合 上中六 剛剛十二科都不適合 那就畢業了 是吧 所以中一是甚麼都可以的 因為新書 每個人都沒有不認識 是吧 但為何讀下讀下 越多東西就不適合 最後就跟爸爸說 我都不適合讀書 是很不開心的 但我告訴你 有些很精彩的東西 你的弟弟 這個其實應該是抑鬱的嬸仔 他的條件是很高抑鬱的 他爸爸是癌症死了 五年前是我的症 其實不是只是教會介紹我 認識他的家庭 我特別要看他 因為我經常覺得 我做一個護航計劃 就是幫那些死了爸爸媽媽的嬸仔 我覺得這些嬸仔 是教會應該很關心的 我怎知道呢 這個媽媽跟我說 他的大兒子 因為現在是八歲 我認識他的時候 那時候還很小 他已經有一個病 在香港很少那種病 大約的機會率 是不會長命過三十歲的 每天的問題都是來自肺功能 現在只剩五成 醫生說不看好了 這個媽媽跟我說 以前我介紹過臨床室 去專家見他 我知道幫不了什麼 只是幫過媽媽 小孩子的病不能夠救 但是媽媽真的很抑鬱 但是竟然間 剛剛現在是一個月了 我收到她媽媽的apps 你猜她媽媽跟她說什麼 她說余先生 那句好詩意給你聽 我不太相信 繼續寫下去 她的病康復了 應該沒得康復了 好詩意就是什麼呢 她說她跟她兒子好好聊 是因為她兒子問了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問 就是媽媽 你覺得我開心嗎 媽媽就不回答她 媽媽就問一個問題 就問她 你怪不怪我生了你出來 你生不生氣我 但我想如果你是媽媽 你是爸爸 有個可能很短命的兒子 你會不會這樣問呢 你會 因為你很內疚 你醫不了她 但是讓她在這個世界裡 看醫生 病痛 你以為她兒子怎麼回答呢 就是讓她媽媽更開心 兒子說 我不生氣你 因為你讓我看到 這個世界怎麼樣 你給我看見這個世界 如果你不生氣我看不到 你生氣怎麼樣 我看不到 我現在看到 我看到 第二 你讓我有很多小朋友 因為我來這個世界 我認識很多好朋友 認識很多好朋友 你以為你當媽媽 聽到這樣的說話 你經常擔心的就是 你以為我經常病 很多病痛 很多不安樂 不舒服 你真是 尺尺才好生了出來 她怕埋怨 不是埋怨 沒有埋怨 沒有埋怨 她兒子和尖頭感激她 感激她 讓這個媽媽很開心 她媽媽在教會裡 很多人都找她幫忙 她兒子也成為了很多人的幫忙 看到原來家庭可以這樣看東西 她會不會 她的心 真是